大年初一 新北市中和轟炉地 也是台北地区香火鼎盛的庙宇之一 一早有不少信徒到场拜拜 但公庙也做好了防疫工作 设置单一出入口 民众排队两体温 等着进庙里拜拜 初一一早 轟炉地人潮满满 全血来求财求平安 求财 因为疫情过后嘛 就希望工作顺顺利利 平安健康 过年各式各样服带 抽大奖有民众还特地带着 来拜拜要祈求中奖 本来固定今天就会来 那个航楼得拜拜 那正好全力人 今年有这个服带就去买 然后蛮早就去排的 然后就排到了 就拿过来拜这样 新北市中和轟炉地 香火鼎盛 每年初一都吸引上万人 强领发财金和钱母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取消发放活动 并设立单一出入口 避免群聚 我们取消发财金发放的活动 避免因为人潮拥挤 造成那个疫情可能会发生 天后如果那个疫情 能够解除的话 我们还是会补发放 给我们的香客 觉得好像人好像是 真的比往年少一点点 因为以往我记得初一 然后到初二就是 上来是上不太来的 就是可能已经要排队 然后我们今年这个时间来 还算蛮顺的 比起以往相同时段 人潮车潮似乎少了一点 民众超有感 但大年初一走春 第一站还是有不少民众 选择到宫廟拜拜 就是要讨吉利求保佑 这张妹子 许修明星没事采访不到 今年不少知名庙宇 其实是取消了抢头香 跟大型活动 像是台南路尔门圣母庙 只开放摸春牛 而嘉义奉天宫 改以团拜来向妈祖祈福 另外大甲镇兰宫 在初一此时开庙门 大甲一位刘小姐 不用抢不用抽 淡定地抢到今年头香 真的史上头一遭 台中大甲镇兰宫 每年登场的重头戏 抢头香 今年受到疫情取消 少了往年争先恐后的紧张感 防疫高规格 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守在庙门外 而今年插到头香的是他 不用抢的 而是淡定地轻松地 在11点01分插下地住香 是吗 我只是来拜队 住在大甲的刘小姐 不费吹灰之力抢到头香 让她意外又惊喜 另外农历三月的大甲镇 绕境今年是否照常举办 董事长延青标书等 元宵拔杯寝室妈祖 才会知道 镜头转到云林戏罗扶心宫 同样停办抢头香 改发一元美金红包 上万民众到场沾喜气 我们城府路 大家一来业来 这里面拜祭 往南走嘉义新港奉天宫 少得抢头香 改由县长翁张良和庙方 一起插头香团拜 嘉义欢喜财神庙 除夕夜就架设天顶 让信仲烧化龙庙书文祈福 旧华山地藏庵 则是提供菩萨大杯咒水 给信仲也提供 线上点灯安太岁 再来台南路尔门圣母庙 一年一度的传统地 俗迎春牛热闹登场 今年受疫情影响 远消的边春牛与烟火秀 统统取消 庙方只开放摸春牛 除了戴口罩 摸春牛前后也要喷洒酒精 另外也派人定期对春牛消毒 防疫做得很好 摸之前有先喷酒精 然后结束之后又喷酒精 群台庙宇因应疫情 从北到南防疫下的走春 让这个年过得很有感 记者综合不到 初一走春 各地人潮涌现 但防疫工作当然不能马虎 六月潭消毒次数提高 到一周两次 另外有民宿业者体谅医护辛劳 祭出免费招待方案 而抢领招财前母 也是初一的一大重点 民众涌进了南投竹山 指南宫 不过为了避免排队人潮 造成防疫破口 想领前母 得依照庙方随机抽出的 身份证自豪莫码 来凭证领取 大年初一碰上生日好喜气 这对双胞胎姐妹穿粉色新衣 到南投竹山子南宫来拜年 土地宫送出生日大礼 前母透币还加码发红包 不过因为疫情关系 避免排队人潮 领前母规则有变 只有寿星能领吗 随时发放 一直就等你好像 会联系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就把这个时间拉开 今天这生这个人 你只要拿孙能证来 我们就发放我们 臭屁不一定是生日 孙能证的末号是几号来年 领取时间拉长两个月 确保人人都领得到 而初一除了领前母招财 走春出游也是一大重点 各地观光人潮涌现 经典防疫工作不敢大意 消毒消毒再消毒 从街道到其楼店家 人潮聚集的地方 统统不能放过 饭店民宿餐厅业者 也自发加强消毒频率 民车的地方 还有几个船舶游艇的码头 观光客最容易进取 以及人潮最的地方 我们做特定 而且特别的这个 重视的消毒方式 人潮更多地方 我们大概多到两次之多 日月潭环境倾销次数 提高到一周两次 要民众安心出游 不过春节廉价两样勤 不少医护坚守岗位防堵疫情 就由日月潭民宿业者 站出来相挺 一连十天寄出年后 免费招待方案 好好休息才能迎接 未来防疫挑战 记者曾荣城南投报道 樱花季到来 各地陆续绽放 樱花掀起了 网美追鹰热潮 北部的赏鹰盛地 淡水无极天原宫 每一天大约有 六千以上人次涌入 今天大年初一 民众照习俗 出门走春 人潮更是络绎不绝 天原宫也设定了 单一出入口 量测体温 也不排除会更进一步 实施严格的人流管控 亲朋好友合照先来一张 出于走春季节限定的赏鹰盛地 但水无极天原宫成为首选 我们每一年都会出来走走 对因为我没有来过 想要看樱花 待在家又很无聊 你要戴口罩 可能因为我刚刚拍照 谁拿下来 因为有疫情 空气好 透过我们这个天原宫 让我们国家人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春节人潮不间断 不能出国也要出门踏踏青 但其实疫情爆发前 天原宫两旁道路 人潮汹涌 初一一天就可以涌入十万多人 跟今年差很多 樱花盛开的美景 搭配向天原宫独特的宝塔型建筑 每年春节都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朝圣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人潮已经剩下十分之一 就算人变少 天原宫还是首度设定 单一出口 管制人流 门口架起 红外线体温 感测仪 喷洒酒精 提醒民众乖乖戴口罩 因为根据统计 过去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涌入六千多人 怕春节会更急 以前是从八点开始到十点 大概三四百人 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七百多人 一直增加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来 讨论要开始管制 三百至五百吧 一次这样子轮流的进来 一切以防疫优先 也不排除寄出风山下下策 提醒民众出门赏花放松心情 防疫还是不能太松懈 记得战友传五向三 SNG小组新北报道 农历新年正月初一 彰化元清关天宫庙 举办了全台唯一的 天师祭天祈福法会 现场有六十位道长 登坛开箱 还有丰盛的祭品 甚至还有灵巧刀工的 果雕冰雕 除了祈祷疫情 早日结束 也为国民祈福 天师叫到 敲锣打鼓迎接天师农历新年正月初一 丰盛的祭品 还有精致的果雕 灵巧的刀工将冬瓜雕刻成一艘王船 白菜也被雕成了凤凰 还有灵巧的八仙神像木雕 上面有那种芋头雕刻的 还有冬瓜 然后很多蔬果 还有最特别的 还有用那种虾壳去做 然后非常的喜气 为了祈福天宫庙的周边道路 还挂上手工做的祈福灯笼 七彩夺目 夜间点灯看起来更闪闪动人 可以为新的一年 祈福 然后那个 那新冠病毒啊 就是可以赶快离开这样 民众新年新希望 就是盼望疫情能够快点落幕 也让新的一年能有好彩头 接着带着冒状话 采访报道